来看到周五你所属于要知道的五件事情 先来看到这个川普呢周五取消了所有的集会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进行隔离 再来看到这个Bernie Torres 这个布雷纳泰勒的这一个案件呢 就预计周五就是中午的一些视频 一些录音和一些报告呢 公布给大家 再来看到这个月的这个就要报告就要发布了 那这个预计预计啊 美国九月份增加了85万个工作就要岗位 就低于三个月的140万 这个数字我看一下这个翻译是不是有没有错 应该是85,000个 他这里是写错了吧 这140万 对这是85万 85万个这是140万 这个大一点啊 而且申请的事业救济的人数呢 也是比已经达到了87万5千个人申请 事业救济金了 再来看到这一条消息 由于担心大火呢 街州的野火化激烈啊 这就野火是非常的厉害 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加州的人搬到这个西雅图来 确实是非常的多 截止走势八月份大部分上我在控制的百分之十十七 超过七万人仍受到这个书山的命令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新闻了 WNB总决赛呢 是这个拉斯维加市的高手队高手王队 对着这个西雅图叫什么 西雅图风暴时 WNB就是这个美国女子篮球 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赛 在美国的东岸的晚上七点钟开打在ESPN2 这里会进行一个直播 以上呢是所有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